選擇籌碼強勢股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使李宗鑫 昨天美國股市四大指數都收紅 尤其是科技股還費成半導體 還漲幅比較大 不過台北股市今天 仍然是在15500點以下的貨幣 關卡做震盪 今天的量稍微增加了一些 今天有2100多億 大盤收盤只小漲了12點 漲了12點 這一波其實從低檔上來 絕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是沒跟上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從融資的狀況來看 雖然這兩天融資有稍微增加一些 融資增加一些 可是我看到融資的籌碼 幾乎大部分都是隔日沖大戶用融資進場 也就是說很多投資朋友 因為比較有些弱勢股 深度的套牢 所以呢 手上的資金也不捨得換 想說大盤上來 我可能也會解套吧 我就等等看吧 那或者是雖然有一些錢在手上 但是一直不敢進 為什麼 因為看到了所謂的經濟數據 也擔心通膨 而且趨勢不是還是空投嗎 當然目前上一半一半 有人極力的說這個地方應該是 回檔結束一個反彈的開始 那當然也有說這個空投還沒來 最可怕的位置很多 國外的美國的分析師都這麼說 最恐怖的狀況都還沒發生 這個是目前上市場上多空在論戰 那到底九月份到底要升息幾碼 當然以昨天的狀況好像升息兩碼 可能不會再升息三碼 所以昨天美股也反彈 那這個反彈到底是反彈還是回升 其實如果你有仔細看盤的話 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狀況 當然今天大盤 我剛剛說小漲對不對 小漲到12點 因為尾盤又稍微掉下來一些 小漲12點 成交量擴增到2180幾億 大盤從低檔上來漲了1500點對不對 1400多1500點 但是從上禮拜開始 我一直在節目裡面強調 而且我印了好幾次 美國股市的四大指數的K線圖 給各位看 我今天就不再重複了 我相信大家也了解 我在大世界話說了好多次了 因為美股已經站上這裡的半年線 台北股市剛站上季線 昨天剛回測 半年線還很遠 美股早就來到這裡了 美股已經超越了6月初的高點 台北股市6月初的高點在16811 還差1400點 如果我們要漲到道琼的水準 漲到納斯達克的水準 最少要漲到1萬7 所以我說台股的補償空間很大 那最近其實 我們看到了投信 在最近一直的很積極 你看嘛 投信到昨天已經是連40買了對不對 連買40天創下了史上的紀錄 這40天買了588億 那這588億也就是大盤在這一波 因為它從6月24號開始買 差不多這裡吧 投信從這裡一路買 買到昨天 今天有沒有買我不知道 因為數據還沒出來 不過你看 它從這裡6月24號開始買 買到現在 投信是最大的贏家了 那這一波啊 各位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如果你有關心盤面上 比較熱門的強勢股 或者是 凡加碼比較多的標的 應該你就會留意到 留意到什麼 最近很多股票 漲得很快 你有沒有注意到 可能三天五天 兩成三成的很多耶 一個禮拜多 漲了兩成的股票不少耶 可能在前一段時間 因為大盤在足底 在這一段 這一段你要找到噴出的股票 不太容易 但是從這一天 這一天是什麼時候 下影線很長的這一天 應該有印象吧 裴若西訪台那天 中共要演習對不對 從中共演習 當天就是那天最低 就是11點59分 12點開始 那天我說感覺上 有特定資金在互盤 然後從那裡開始到現在 這一段雖然漲幅沒有這裡大 可是這一段很多股票 漲幅的上漲的速度加快了 各位你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你沒注意到的話 我待會拿一些證據給各位看 所以我昨天的大事的話 跟大家分享 重點是什麼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還在觀望 別在觀望 那頭線是這波反彈的大工程 對不對 那頭線重壓的標的 可以從我們每天的投奔 投奔筆的表格中去挖寶 行情真的不等人 越早進場賺了越多 真的不等人 因為大盤會來到這裡 1681 可能我在兩三個禮拜前 就跟各位分享 對不對 因為當時的兩三個禮拜前 倒窮已經過這裡了 好 我希望各位你不要等到 真的16811來了 真的半年線突破了 真的16800過了 你才相信 老是真的 那個時候你才進來 大盤又漲了1500點 你決定那個時候才要進來嗎 還是現在進來 那我剛剛提到了 很多股票從這裡開始漲 有的股票是從這裡開始漲 對不對 當時我們在軟體摳訊 因為當時我不是說 很多新會員在7月初 我在7月初這裡 這裡辦說明會 辦完線上說明會連跌兩天 所以因為新的很多新會員加入 我擔心大家 對軟體還不熟悉 所以特別 每天軟體有出現訊號的股票 你看 加登 從這裡漲到這裡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還有什麼高麗 高麗也是 差不多同時期了 今天還在創新高了 對不對 那這些舉這樣的例子 待會兒還有 還有很多例子 也就是說 你看到投信不是連40買嗎 買了588億嗎 所以我說剛剛給各位看的大事業化 每天的籌碼表格 例如說投本筆 這些都是在節目裡面分享的 智元 浦城 拓凱 這些有沒有 打圈圈的 投信重壓的 其實他已經壓了不少了 昨天還在買 這是昨天的嘛 一天的投本筆 最近六天投信壓最重的寶瑞 對不對 寶瑞投信買翻 幾乎天天買 寶瑞 立青 博智 浦城 智元高麗 高麗 高麗 老是高麗 你漲一大段 投信才來買 對 你看12天 最近12天 投信壓最重的什麼 寶瑞 華新光 M31 這些都在節目裡面分享 浦城 立青 巨陽 世新KY 拓凱 都是在節目裡面分享過的股票 所以這些股票 投信剛上車 而且 我昨天在節目裡面說的 投信的做法就是 買強的 氣弱的 來 各位看一下 這很清楚 大盤最近這12天是上漲的對不對 這12天是上漲 好 OK 來 投信買超 比重前15名 這12天平均漲24% 賣超的呢 平均漲2% 所以呢 它是不是賣掉弱的 去追強的 就是 就是啊 6天也是啊 你看6天的 6天平均漲18%呢 賣超的呢 平均還跌 0.89% 所以呢 買強的 賣弱的 各位只要你的觀念清楚 你就不會覺得 哎 老師 這個投信和外資怎麼都在追高殺低啊 就像我昨天在節目裡面說的 他之前在趨勢往下的時候 他一直賣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他認為未來會更低嘛 他必須保護他基金的淨值嘛 所以他必須賣掉股票 留些現金在手上 好 那為什麼呢 後來這一段很多股票他積極買超呢 因為 這裡買超 買進去 未來會漲就對了 這裡賣的原因是 因為未來會跌嘛 這樣懂意思沒有 所以 法人的追高殺低 也是為了他基金淨值的考量 也是為了投資朋友 所以操作上 法人基本上不太容易 不斷的低接 因為低接之後 如果趨勢一直往下 他必須面臨停損的決策 所以趨勢往上的時候 他在做積極的動作 這些操盤的觀點 我都在哪裡 都在大事業化跟大家分享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te8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那怎麼樣看到大事業化呢 很簡單加入籌碼大師的Lite8 然後你點擊 點擊你手機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我PO的K線圖 我的大事業化 我的籌碼表格 還有我們每天的節目 那剛才各位看到 例如說高麗 例如說加登 那這些股票呢 低檔有出現訊號對不對 其實盤整形態突破 我們也有訊號 那這些訊號怎麼來的 當然是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 透過量價籌碼打分數 打分數喔 不是指標交叉喔 所以 這個就像我在 復興節之前 有跟大家分享 我跟復興的故事 還有我對數學的興趣 是從小復興 在跟我做數學遊戲 或者是問我數學題目 而培養出來的 那未來 後來 因為我對數學的興趣 當任分析師之後 所以我也把我這30年的經驗 用電腦能懂的語言 化成電腦的語言 因為我知道 一檔股票為什麼會大漲 它絕對不是簡單的指標交叉 必須透過什麼 量價籌碼打分數 我們量有量的分數 價有價的分數 籌碼也有籌碼的分數 然後加權平均 得出來95分以上 才出現訊號 所以我們買股票邏輯 不是一路往下買 也不是盤整區買來等 我們的邏輯是什麼 我們的邏輯叫做效率操作 我認為資金有時間價值和機會成本 買在起帳點操作才會更有效率 舉例來說 各位我剛剛不是說嗎 最近你會發現 有些股票漲很快對不對 你看8月2號 還沒演習 8月4號演習對不對 來 鄰居我們會發到軟體 前一天發軟體隔天紅棒的一半 我們會員買進 這裡 這天你看 為什麼買進 它爆巨量 好大量 是不是 爆好大量 隔天過了 黑黑 來 今天又創高了 買在這裡 來 買在這裡 這裡紅棒的一半 來 有沒有 這是贏家會員的 盤中股價再創破斷新高14塊 我們獲利超過20%了 非常恭喜 所以 我們不只軟體跟會員提醒 實際上也帶了我們家族成員進場 這個就是 你看到 這種股票它有兩成 慢慢慢慢 你看 角度越來越陡 有沒有 角度越來越陡 盤整時間越來越短 也許 隔兩天它要盤 盤個三天 再往上 再往上 越往上的角度越陡 本來盤的時間比較長 越盤時間可能越短 這就是要噴出的走勢 其實 在它低檔出現轉折訊號的時候 我們就提醒我們家族成員 像統心也是一樣 有沒有 所以我說 買得早 不如買得巧 你買在這裡 你很容易賣在這裡 買在盤整 買在低檔 你買在低檔區的 很容易賣在哪裡 賣在這裡 賣在起障點 因為你買在這裡 上去又下來 唉呀 終於賺錢了 賣喔 報大量還可以大呼落跑 這裡有 這裡有什麼 套牢賣押 你的老師一定是這麼說的 但是 我的觀點不一樣 它如果報大量 這裡如果沒有大量 我還沒興趣喔 如果沒有大量 這裡套牢都洗不掉 換手換不掉 對不對 如果大量 這裡一天的量 等於這裡一個月的量 所以你看 黑K 爆大量黑K之後 隔天它就漲停了 這裡就過了 這裡就被洗掉了 對不對 隔一天它又爆大量黑K 來這裡 換這裡的 換這邊的換手了 來 換完手之後呢 它隔天又創新高了 對不對 8月15號 又一個爆大量黑K 這裡都已經被換完了 為什麼 這裡量那麼大 這裡都沒量看到沒有 這裡量那麼大 是不是 結果你看 17號又創新高了 所以這個就是 邏輯啊 是不是 要有量 要有量 這兩天 我也在我們的軟體會員 我寫了一個SOP 因為 蠻多新進來的會員的 那新進來的會員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也沒有時間 沒有機會 也沒有辦法幫客員 會員上課 那我們就 用一個操作的SOP 軟體操作 怎麼選股 很簡單 當然 出現訊號是首要的 因為出現訊號 才代表它95分 對不對 出現訊號之後呢 然後你再去挑 有沒有帶大量 量越大越好 就是最好是 創下在半年來最大量 統心就是 幾乎是歷史最大量 就是一路往上走 M31也是 這裡有沒有大量 所以為什麼提醒我們家族成員 就這裡 這裡的大量一樣 這裡一天的量 等於這裡一個月的量 這裡一個月的量 隔壁就換光了 有沒有 隔壁就換掉了 本來認為 老師這空頭走勢的股票 不是技術面這裡都有壓力嗎 對不對 買在右下角 左邊都有壓力啊 壓力 大量它就換掉了 大量就換掉了 大量 大量它就換掉了 有沒有 而且 反而 這裡才開始追 投信 最近才開始追 所以我們的訊號 有沒有比 投信反而還提早 有喔 老師那個訊號 怎麼可能提早 你不是量價籌碼精算嗎 那投信還沒買 你的訊號就出來了 重點是 市場上的大戶 絕對不只有三大法人 也不是只有投信 還有外資還有自營商 三大法人對不對 那有沒有持股 比三大法人更高 當然有啊 公司派的持股 應該就比三大法人還高 不是嗎 所以籌碼絕對不是 你只 各位你看到的 三大法人而已 而且你看到的三大法人 還只是張樹 張樹的排序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比較的是 比重的排序 那當然更有效 所以在三大法人買之前 有沒有大咖先進去 當然有嘛 一定有嘛 只是 還不夠強 法人還不追 當他變強了 法人才進來追嘛 對不對 拓凱也是啊 這裡有訊號囉 對不對 拓凱 當時我說爆彈欄黑K 這裡爆彈欄黑K 爆彈欄黑K 我說爆彈欄黑K 趕快買一買 因為這高點要過 他是不是過了 他就過了啊 他爆彈欄黑K 他就過了呢 今天 再創新高呢 對不對 是不是 今天在這裡啊 還創新高 是不是繼續創新高 這一根爆彈欄黑K 是不是都過高了 是不是 所以要成為一個贏家 你一定要有方法 就像我剛才在前面說的 這一波啊 很多投資朋友都在看 當然是 有的是主動在看 就是說 我有資金 手上也沒有很多套牢的股票 但是我不敢買 我認為 這個行情怎麼樣怎麼樣 可能還是一個空投的反彈 很多投資朋友 是這種心態 第一種 第二種是 因為很多股票套牢得很深 所以都還沒辦法來到自己的成本 所以無法動彈 很多最近飆上去的股票 哎呀 雖然有看到 但是呢 做不到了 舉例來說吧 來 最近是不是你發現 很多股票變成這樣子 保瑞啊 外投奔比不是 不是 投奔比是全市場第一名的 就保瑞不是嗎 是不是啊 就保瑞啊 有沒有看到 這幾天 六七天 噴成這樣子呢 這裡不買都沒關係啊 這裡再買就好了 再買就好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有些股票這樣子 美食也是啊 盤整了兩個月 變成這樣子 所以現在進場 還來得及喔 保瑞富景這些升級股都一樣 這裡都沒動 突然大漲 很多股票喔 不只是這三檔喔 所以跟各位分享的邏輯是 原因是 因為我看到很多股票開始噴喔 最好做的行情才剛剛開始 你可能會想說 哎 老師 現在漲了一千五百點 上面還有空間嗎 另外的 你可能會想 既然老師你說還會漲一千五百點 漲了一萬六千八 那我等到一萬六千八再進來 我等到一萬六千八 我的股票可能也解套 可是不一定喔 你看看這些股票 也有嗎 可能你也沒有 你手上有的可能是航運股 可能是鋼鐵股 或者是一些弱勢的電子股 但是你有沒有這些 我提到的噴出的股票 你有沒有拓開 有沒有保齡富景 有沒有美食 有沒有保瑞 可能沒有對不對 所以重點 你必須換一換 那這些操作的觀念 我每天都在節目裡面跟各位分享 如果各位你沒有時間 準時兩點收看節目的話 很簡單 而且你一定要訂閱 來 訂閱籌碼大師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看節目的時候 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階段回來 歡迎回到籌碼大師 上個秋段跟大家分享 大盤當然 我個人看法 還有相當大的補漲空間 因為台北股市距離美股的相對位置 實在是差了超級遠 那前一段上階段 有跟大家分享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留意到 最近很多股票 漲幅開始加速了 這是一個起漲的訊號 雖然指數還沒大漲 很多股票起漲大概就在這幾天 大概這幾天 也就是中共還在演習的時候 很多股票開始起漲 你可能覺得好奇怪 怎麼會這樣 確實 這是一個市場的現象 我只是我看到了 我提醒你 你可能沒注意 因為你都在注意你手上的股票 覺得都不會動 不知道等它上來吧 等了半天也沒上來 但是你忽略的 你沒有了 你沒注意的強勢股 紛紛連續噴出大漲 那今天又是禮拜五了 那禮拜五有什麼 禮拜五 每個禮拜一三五 晚上六點來 有什麼 我們的單元啊 籌碼誰最大的單元 剛剛掃描啊 加入我們的好朋友啊 給各位什麼 五分鐘 五分鐘而已 幫各位找到大戶青睞的籌碼強勢股 所以今天盤面上最熱門 我會挑兩個族群 那用我們什麼方式 用系統打分數的方式 來幫各位選擇 用多空限和多空差 來幫各位挑出來 市場上最熱門的個股 和最熱門的類股 那其實舉例來說吧 你看 之前蓋的股票 這一檔 有沒有量你說 是爆大量黑K 有沒有量 盤著現在剛突破對不對 有沒有量好大量 哪一檔這檔 8月11號 才沒幾天嘛 對不對 8月11號 要滑 今天要有工廠庭 是不是 所以重點 會員也看到 這兩天發了有沒有 操作SOP 出現訊號 你選擇就有 有量就對了啦 有量就對了 包括當時的南電 有量就對了 今天也長紅站上季線了 當時的菁英有沒有 這裡 有沒有量 有量 有量就對了 很多股票最近都漲這樣子 盤整好幾個月 突然間變這樣子 如果你沒留意到 我真的要提醒你 最好做的行情 有沒有 才剛開始 是不是 才剛開始 很多股票整理完 剛剛出現 剛剛出現訊號 所以我說來 你就插一個 你就插一個好的操盤工具 跟著我們的訊號 跟著大師決策訊號 你可以很輕鬆 來 來 可看盤的專業操盤人 把四富贏家操盤現場帶回去 那如果是上班族 退球族不能盯盤的 盤中即時訊息帶到 好股票出現好的買點 第一時間帶各位進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拨打自負專線 成為自負贏家 我們明天見 打 ring 打拝贏 打招呼